高雄市从108年开始推动安心餐食券 让弱势学生在寒暑假还有假日都能够正常来用餐 而为了方便学生来兑换餐食 从今年3月开始 教育局是跟一卡通的票证公司 还有四大超商来合作 共同推动数位化安心餐食的票卡 方便学生可以就近来兑换 为了让弱势的学生在寒暑假及假日也能够正常用餐 高雄市教育局从108年开始推动安心餐食券 只要拿着餐食券到配合的店家 就可以兑换便当等等餐食 为了方便学生兑换餐食 从111年3月开始 教育局推动数位化安心餐食票卡 方便弱势学生就近兑换 为了方便学生兑换 今年3月开始 高雄市教育局与一卡通公司 以及四大超商合作 学生只要持有一卡通安心餐食票卡 就能够在全台12500间的超商门市兑换餐点 数位化的票卡除了携带使用更为方便以外 也更为环保 目前教育局也已经把票卡 发放给4700名的学生 教室涉及且就读高雄市 国中小及完全中学高中部的低收入户 家庭子女都可以领取一卡通安心餐食票卡 透过安心餐食票卡串接及媒合超商的多媒体事务服务机台 在全台共12500间的门市据点 提供安心餐食券的兑换服务 未来教育局也会争取并且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 刚好是自108年开始推动安心餐食券 让弱势的学生在寒暑假以及假日也能够正常的用餐 目前已经有2751名的学生受惠 教育局为了让学生能够兑换多元的商品 也积极的争取更多的合作厂商 来一同加入为弱势孩子公餐的行列 未来也期望将票卡结合交通小额消费等等的功能 让学生使用电子票卡更为便利 教育局表示安心餐食票卡设定方便 使用弹性 透过后台设定就能够应验临时停课等特殊情形 即每天提供参数进行设定 除了携带及使用方便外 数位化安心餐食票卡取代纸本 也能够达到环保兼指化的目的